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7月4日早上快11點 那我可以看到這是先鋒服 那我的背包有一個600的這個波爾金幣 那這個金幣啊 第一個他是你掛網可以慢慢獲得 譬如說我現在掛網 然後獲得了9個波爾金幣 那這個9個波爾金幣啊 他就直接跑到這個 異界鋁店的這個家具工坊這邊做使用 但是你如果說你是在道具商店啊 道具商店的這個這個一般的這個商店 他的右下角會固定刷出這個用金幣跟那個鑽石買的這個波爾幣 那一般來說因為異界 異界鋁店的這個家具他等於說紅色的這個專屬家具可以說是這個專武2.0的概念 所以說大概這個如果說金幣夠的話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每天都要買的 那如果是鑽石的話就是看看大家的那個 鑽石的荷包生不生了 好那另外啊你買到之後他不會直接進到異界鋁店去 他跑到這個道具欄 所以你還要再從道具欄這邊特別做使用 所以說有的時候買了之後要注意一下你要到 道具欄這邊去使用後你才可以獲得這個波爾金幣 好那另外呢 這個是異界迷宮 那在異界迷宮啊 也有這個打折的波爾金幣喔 所以說如果說你覺得這個道具商店 下不了手的話 旅行商的這邊可以有打折的這個波爾金幣 但是這邊又多了一個這個新的這個波爾金幣 也代表說你想要買這個紅裝武器的話 出現紅裝武器的機率又 又會變得更低喔 好 所以說這個波爾金幣是可以打折的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異界旅店他在剛開始的時候有很多這個 算是新手的任務 比如說這個 放置一件裝飾物 然後你只要放進去就可以獲得1000波爾幣 那什麼是裝飾物呢 裝飾物這個就是 就是沒有屬性的東西 就是這個第4格 可是他這個數字我覺得 顯示可能要再調整 因為當時我就隨便擺一個東西 譬如說這個東西 保存之後呢 然後我的任務就結好了 放置一件裝飾物 所以說他有很多任務都不是很難 然後我們先領一下 然後來看一下 怎麼領取9個好友禮物呢 這個好友禮物我覺得他是一天固定領3個 然後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原本以為說你抽到家具你可以去送好友 或是說送一些無關幾樣的裝飾物 我覺得也沒有 但是我在早上8點更新的時候 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邊好友的那個清單圖是這邊多了一個這個禮物的頭像 然後我們點一下 每一個人都有禮物喔 但是禮物顏色有所不同喔 所以要注意一下 好像只能領3個 你看我好像看起來有這麼多禮物可以領 可是不是每一個都能領喔 我們來看一下 由上到下 好像上面的這個 紅色的應該是比較好 所以我們來先從上面開始點 這一位 月亮 我們來看一下 古王然後光法女僕都有都有禮物 所以我先點古王好了 600K 領了 領完之後然後光法跟這個女僕上面的那個那個那個禮物突然就不見了 好那我們再找 流星雨大大 好我們來看一下 流星雨大大 這個紅色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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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物是在愛隆這邊 我們點一下 60粉塵 所以好像也是普普通通嗎 抱歉 好像也沒有說紅色特別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剩下都是 算是這個這個這個是藍色的這個箱子吧 那我看一下剛剛拿了一個600K然後一個60粉塵 那我來看一下藍色的這個這個好友禮物是什麼 10個 10個這個藍肥料 好 那領完三個之後你看 真的禮物就完全都不見了 就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說我在想可能一天就是最多就是領三個這樣子 所以這個旅店指引啊這個領取九個好友禮物應該是要三天之後才能夠解決 好 那我在這個異界迷宮的話 因為是小號嘛 所以說等一下 等一下我來買一個這個異界迷宮打折這個破金幣 然後現在這個異界迷宮可以4倍速喔所以這個戰鬥就會變得比較快一點 那另外小號其實我 小號一般來說我是不會買這個這個破金幣啦 但是因為這個是作為掩飾 我們就買一次 好 前往這邊旅行商人 然後購買 兼帽子金幣 買完了 買完之後呢我剛剛原本 他沒有出現在這邊耶 他買完之後就直接進到異界旅店了 好沒關係我把這邊用一用 好用完了 那這樣子看一下我的異界旅店有多少的破金幣勒 已經有2660了已經快可以10抽了但是沒關係他10抽他也沒特別特價 然後我這個非洲條在 再買5個就可以獲得這個定制券 我們來看定制券喔 史詩定制券這邊這也是一個任務喔 這個定制一次史詩品質的家具會獲得500金幣 所以說我應該抽5次之後可以獲得定制券我就可以解這個任務了 同時這個抽30次家具我也可以獲得1000 1000這個波爾幣 所以我就直接單抽吧單抽個5次 那我心願清單我上次抽到狼人喔 我要換獅子 獅子可以多多多鎖血2秒 可是我都已經抽狼人了那就繼續抽吧 我應該把鎖螺絲換掉因為我鎖螺絲要上白真的太久了 因為這個你抽到這個專屬家具可是你沒有上上白的話 你也進不了這個異界旅店然後當然是沒有辦法把這個家具裝上去 所以說我把這個這個金色的這個鎖螺絲還是先放下來 好那我現在改成這個樣子 其他都是紅家的紅家應該會快一點 那我先抽個5次吧看看這個定制史詩券是什麼東西喔 好第一抽 好第一抽是紫色的然後是我要半神使用 小號沒有什麼半神可以上場 好第二抽 蠻雪的OK 這樣子我在推蠻雪的也可以使用 這什麼顏色這紅色嗎 有運氣那麼好嗎 真的是紅色 而且是雪米拉 我運氣太好了啦我好像 25抽左右的時候中了一個紅色然後現在又中了一個紅色也是單抽 哇這個是你看 這個專屬家具 極速增加攻擊力增加 這個讚讚讚讚讚讚 雪米拉太好了我這個我還在處於新手遠徵的階段 好這個放進來 這是 有點重疊卡住啊這樣子 好保存 屬性變化 攻擊力加600然後防禦力我一口氣加800 極速加了3點 只可惜我現在只有一件紅色我們知道說要要裝備三件紅色裝專屬裝備才會啟動滴滴階段 這個房間擴建然後我在 再繼續擴建 好再繼續擴建 那其實也不急沒有特別急著想要用鑽鑽石立刻完成其實鑽石也花的不多啦 但是真的有太多家具要裝的時候在 再用鑽石加速吧 好運氣很好然後抽到第二件這個紅色裝備然後我們再抽兩次 不好意思感冒很好 這是惡魔的輔助惡魔的輔助就是埃茲喔 這個是史詩級的 然後再來 第30次 非洲條滿囉 紫色的不過是那個亡靈 不錯不錯不錯這樣子我的那個徐米拉又可以再 再再裝一件 好我來打開看一下 史詩家具訂單 第一個選擇訂製職業 第二部選也是選擇訂製職業 第一個是應該是說種族吧這個這個文字寫錯了 然後下面 下面的文字好像還有些小小問題喔 好那來看一下我的這個家具 我要我要給誰勒我想想看喔 我希望我的光盾更強一點然後這樣子應該推圖會更彈一點吧 因為我如果說全部全部都都選擇訂製學米拉的話 因為我現在已經24張了我怕學米拉快要快要被淘汰了 所以我來訂製光盾的好了 因為光盾可以陪我很久 好 那我選擇訂製耀光帝國的 然後我要訂製坦克 然後他就會寫說以下英雄陣需要直接加傢俱 沒錯我就是要給我的那個盧修斯 就是光盾 好提交訂單 扣扣扣扣扣扣扣 然後史詩級的 出來了是一個這個古典藏書具 這個是這個什麼書櫃吧 然後耀光英雄使用後 攻擊力提升喔不過沒關係光盾的攻擊力也可以轉換成護盾的那個那個坦度 暴擊抗性提升好也是不錯也是不錯OK 好那這樣子我剛剛抽了那個 算是這個亡靈的那個 亡靈剛剛有一件傢俱 然後再來是這個死絲的 盧修斯的放進去 戰 暴擊抗性加5 然後攻擊力再繼續提升了快1000點 非常好 羅萬有什麼可以裝的嗎 一鍵放置閃避7.8也不錯也不錯 好 那我們來領一下這個資源吧 抽34家具獲得1000 訂製一次史詩品質家具獲得500 這樣子剛剛花了1500又回來了 所以我們再看一屆旅店 好家具工坊我的那個金幣又變成了2600 那我看一下我的鑽石應該還夠所以說我們來刷兩次 來刷兩次這個這個商店吧 7800買個這個紅磚我可以 那個黃磚我可以喔 然後1000K就是200幣 所以說其實 用金幣買是很便宜 但是 麻煩的是說你要用這個鑽石刷 刷兩次的話是鑽石100 這樣刷兩次 所以我覺得每天刷兩次是OK的再刷就變200然後再繼續刷的話就會越來越貴喔 所以說我覺得 與其花200塊買這個的話 如果說鑽石不多的朋友的話可以 可以就是只刷兩次商店然後用金幣買 那如果說金幣不夠怎麼獲得呢 事實上王座之塔 雖然說王座之塔的獎勵不怎麼樣 都是一些很少的粉塵跟這個鑽石 但是王座之塔 他給的這個金幣的這個產量非常多 所以說如果說金幣不夠的話可以考慮一下挑戰一下王座之塔 好 那我剛剛這樣子買了兩次之後 他應該是跑到道具欄 沒有耶沒有跑到道具欄 所以我是說錯啦 商店的破金幣不是跑到這邊喔 那這邊的破金幣是怎麼來的 是任務來的嗎 所以說前面可能說錯 好沒關係喔 那我來看一下 那買的我剛剛買了兩次200所以說原本是2600變成3000 好那這樣子又夠實抽了那我們就再來實抽那另外看一下這個 這個任務會不會有什麼增加喔有 原先是抽30次可以獲得1000現在變成是100次 所以這個任務應該是可以慢慢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網上提升跟我們的那個成就系統有點像 好那我又夠實抽了然後我們再繼續實抽吧看可不可以再抽到什麼一些紅色的家具 10抽 好像紅色好像紅色喔有有有這也是一個應該就代表有紅色吧 好那就直接快速翻卡吧 好不囉嗦 虛空萊克也有了哇綠翼的 讚 他是不是留到紅色最後開啊 古王 好沒關係古王反商也可以喔 好所以說感覺上獲得紅色沒那麼難喔我的小號 這樣子隨便抽一抽抽了幾次啊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 我們直接看這個這個任務就可以知道 我小號抽了40次就已經獲得三個紅色家具喔 所以紅色家具感覺上沒有那麼困難獲得喔 然後我剛剛是拿到了古王的這個專屬家具 這個古王目前不是我主要角色所以說我就給他裝備一個他自己的專屬家具就好 那其他的話我還是全部都灌給這個學米拉 讓他家裡穿滿滿好沒問題 還有誰可以穿啊 好像耀光帝國的不多耶再來是誰 好像只有 好像只有古王 好隨便吧那就給古王吧 古王也是很坦喔 然後同時放置10個史詩以上品質的家具喔 好任務又解 所以說這邊啊這邊就是 這個機制剛上線的時候可以先解一解這個任務就可以實抽了 然後我們然後再來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這個學米拉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異界旅店的那個戰力會不會影響到這個角色的戰力值好了 我們來看喔 目前我的角色這個學米拉 他的戰力是622k 622k 來看一下 這邊右下角這邊這個驚嘆號多了一個這個這個屬性的說明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爆性抗性啊這些東西好像好像比之前敘述多多了一些東西 然後右鍵 這個地方多了這個 可以讓你很清楚知道說家具提升了多少的素質 那目前是622k 我們來試試看說家具 把他脫光光之後會不會影響這個這個戰力 我剛剛是622k 那我現在一鍵收納 一鍵收納然後那個家具全部都收起來了 這個屬性大幅度降低喔 好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面板 學米拉 會影響喔 剛剛是622k 現在變成586k 所以我們現在在過來這邊然後 直接從這個介面也可以回到旅店 好那我們再把他穿回去 一鍵放置 保存 我這個一次穿了8件的這個這個家具喔 好那我們再回來 我剛點到什麼東西 好不管他 然後再看 好 好這個徐米拉他又變成622k OK 所以說這個 異界旅店的這個家具是會影響戰力的 好那以上就是一些這個家具啊 普爾幣啊 以及異界迷宮可以買到這個打折的普爾幣的一些介紹 好那希望這影片對大家的幫助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